第一個講一下 第二個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你們知道泰國嗎 就是基本上 因為我非常多的同志朋友 那泰國基本上就是個開趴勝利 因為他們那邊警察 要抓你的話 就是一個人算一個人投費 多少錢就是你給他 就放你自由啦 還要時不時 警察衝進去那一次的五載 我是全場敵唯一的女生 但是那時候我算清醒的 但是我很多同志朋友開始跑了 那時候在酒樓 飯店酒樓 然後我有同志朋友 直接從酒樓陽台 跳到另外一個房間去 因為兩個房間都是連的 另外一個房間去 這叫洋台跳過去 我不敢跳 我就看了他 可是警察在那邊 大家都亂竄了 我說我真的不敢跳 我那個朋友是大陸人 她說你跳過來 這沒有很高啦 酒樓 你怕屁啊 你這個 你這個 然後 我這個被逼你 你趕不去跳啦 這膽子不小啦 這沒有很高吧 因為其實一個人就亂 這一段話有點 一個 因為一個人就算一個錢 因為一個人就算一個錢 所以主辦人一定會更生氣 好 那時候我就跳 因為我也不想被抓 然後他先過去了 但中間他其實沒有隔很開 中間其實一點點 一點點縫隙 可是你下去就是 直接死掉 就酒樓 但是他那個縫隙 沒有到說很大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的 但而且我夠清醒 我就要後面的 好吧 那他就叫我 那我就走吧 後面的那個人就抓我 我前面的我也幫我 說你幫我接住 我就這樣慢慢出去 那趕快過去 然後就直接過去那邊 另外一棟房子 就另外一棟房間 那警察不會再跑到 那個房間抓你嗎 不會 不會 你就趕快去躲下來啦 趕快過去就直接躲下來了 你就是全場唯一 至少要兩個人跑掉啊 誰要管他去死勒 我至少跑過了 這個是假的吧 因為他剛說 XX的感覺不合理 第二個是真的 我們要請曾醫師 來幫我們判斷一下 我現在已經失去信心了 沒關係 加油 加油 妳可以的 我覺得第二個是真的 第二個是真的 就是看拍吃屎那些的 對 其他都是假的 我先猜這個好了 好 所以我們要公布了嗎 好 第二個是真的 但是 其他這兩個也都是 我過去朋友的故事 因為我身邊也是別人 對 我身邊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就是 很瘋癲的人 然後很瘋癲的人 然後我也曾經經過 非常瘋癲的時間 所以我非常多這樣子的 故事跟從半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 是我有認識的朋友 對 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應該是搶強最厲害吧 他講到我們都 生昏顛倒耶 而且他因為他本身 人生很糜爛 所以 沒有 我們都覺得 因為什麼都合理 對 什麼都覺得說 好像應該是沒問題 應該是會發生的 但是我覺得我人生上 真的有很多 離奇的事情 有時候離奇性多到 我都要求神拜佛 說不要再來找我 我覺得我的事情 真的太多 太誇張了 你最近有發生什麼 離奇的事嗎 有 我跟妳講 我唯一講過一次假的 那次真的是有讓我夠倒楣 你知道嗎 唯一講過一次假 而且那個節目 還很標榜的 就是大家來瞎掰 看誰說的比較假 就已經非常假了 那我就上去說 我是變性人嘛 我是陰陽人 我兩副器官嘛 欸 那個 真的啊 那個我很真耶 結果要洗這個 結果 你沒有唱君 結果還要喊那個口號 然後砍得超順的 我唱那一集 我那時候還真的上網 搜尋說 搶搶變性人 然後就很多網友說是真的 你這點就是變性人的臉啊 不是 對 因為我是這樣 因為我從小就是念 在心是念君校的學校 所以它那個君 沒有說砍那個口號 那個雄壯 威武 嚴肅 剛直接安靜 堅強 確實數學 乘桌 穩穩 機器 那個素 你喊得超棒的 就類似這樣 我都會背 從小就洗禮過 所以我念得出來 但是我就說我還當過兵 然後我有兩副器官 而且你還把你的太棒 幾次都講出來這樣子 抱歉 我還說 我去那個什麼 那個大鬧仙公啦 說大鬧仙公那也是我幹的 那個偷那個 我一顆環桃 那個也是我做的 竟然有人要相信是真的 說我是真的是變性人 隔天那新聞出來了 說強強是變性人 沒有 我當時的男朋友 問我說你是不是變性人 我跟你講喔 我有月經的耶 我有月經 你們瘋了嗎 我手可以繫成這樣耶 我叫做變性人 你不搞錯嘛 你連知識都沒有 所以講講的裡面也要信 那個新聞 煩惱了大概一兩年 人家搜尋我的關鍵字 後面就是 搶搶變性 然後下面 在那個 在那個變性新聞下面 還有人說 搶搶版就是變性的 他跟我同間人所做的 我們在修復室 在隔壁 他就在我隔壁 我說你去誰 結果後來到底是 到底如何洗白的 洗白的 我就每天拍月經的影片 上我的YouTube 我就告訴你們 我真的有月經 你們想怎樣 對 月經是生理狀態 是卵巢子宮 必要剝落耶 我沒子宮 我怎麼有月經啊 然後沒有洗白 這個是太離譜了 所以我沒有 那你為什麼長得 那麼像變性人 屁啦 哪有像變性人 我是說臉 哪有像變性人 我笑 我也是窄的好不好 可是你臉 我就說臉 臉哪有像 我臉是小的耶 變性人他臉至少是大的 然後或是長的 沒有 很多變性人都很漂亮 而且你很像泰國變性人 而且我承認是 因為其實我在泰國的時候 大家都會問我 來就敲我這樣子 就說 女生不回應 對 好可憐 沒有 而且 人都懷疑 而且我的腳又四十號 很大 對 看 很大喔 大哥就變性 就難講 但是我的腳很窄 我腳很窄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覺得他變性人 這個男生會穿到四十號啊 我跟你講 我還穿男 我還穿男鞋到九號半年 所以女生沒有尺寸 這醫師 他是變性人嗎 我可以讓你跟我來探索嗎 我讓你看看我的下面怎麼樣 先不用 謝謝 但其實很多 我們在講說這個 性別交換手術之後的人 其實各種型態的人都有這樣 所以其實很難 單從外型裡面去看 他有沒有進去 真的沒有 沒有幫助 不要太難 我求求你來給我 我考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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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自己 成績一年多 我太多 來 我跟你講 來 你來 哪一個是生物學家 來 我要他認識 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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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的印象 有月經的人 就不可能是變性人嗎 對 有月經就不可能是 不可能 主管是男生變女生 或女生變男生 我是真女人 好嗎 要驗就驗 好不好 你要驗你也可以 我是真女人 真的做一集就想想想去驗 帶他出外型 太想去驗了 該用嗎 我之後被問過 有沒有說是男的嗎 不是啦 就講假故事啦 我覺得我平常是 不講假故事的 可是我常常碰到 身邊的人會講假話 那假話也可能是客套話 就譬如說像我前一段時間 剛結婚的時候 常常被人家看到我說說 好漂亮喔 可是你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我說怎麼了 我是不是變大一號了 我那個時候剛好 又被狗仔拍到 就是說我新婚是不是 就腫了之類的 然後是不是懷孕 就誤以為 然後就我身邊的朋友 看到我的時候 都還是會先稱讚我一番 說很漂亮啊 對啊 沒有什麼變啊 真的很好看 可是我當時就是覺得 大家都在講假話 因為我覺得 只要有人講謊話 就眼神都會閃爍 然後後來因為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機不得的人 我就把自己努力的 把自己的狀態調回 最小的尺寸 我現在可能比我之前 正常尺寸還可以穿到XS這樣 反而還少 對 又少了一個尺寸 然後後來因為 我可能狀態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大家就會一直 很認真的問我說 你一定是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才可以把自己的狀態 調到小一號這樣 然後我的身邊朋友 就是問了我之後 我才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有一個 其實我喜歡很久的乳清蛋白 然後今天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耶 耶 就是這個高效的乳清蛋白 而且我跟你說 我真的覺得是我喝過 最好喝的乳清蛋白 因為我老公有健身的習慣 他以前就是常常會逼我 喝乳清蛋白 他說這樣對身體好健康 蛋白質含量高 而且是好的蛋白質 可是我每喝每一次 我都是生氣 因為你就會聞到一個很重的奶臭味 很像那個 Baby兔奶的味道 你知道嗎 就是它會有一個奶腥味 我相信運動的朋友都有喝過 平均一杯啊 你衝起來這樣子 才100多大卡 而且它強調的是真材實料 你們看 它這裡面 你們可以看看它是什麼 這個紫紫的 這個是它的 芋頭口味 芋頭口味 紫色的地方是芋頭 芋頭口味 而且因為他們的這個品牌 常常會跟很多小農合作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大甲的芋頭 哇 然後而且你知道 吃辣湯的芋頭口感 會有那種真的是真材實料 然後刷刷的口感 因為我們平常有時候吃芋頭 不感覺好像吃到芋頭嗎 對 因為它平常你外面吃到的 那個芋頭口感 大部分都是蜜芋頭 就是會是很多糖的 然後或是芋泥 就會加很多鮮奶油 可是它完全沒有 你就會喝得到它芋頭的香氣 因為我超愛芋頭 可是我又不敢吃 因為它熱量好像蠻高的 對 這個就不會 所以你可以吃這個 因為你看像它這樣子 才100多大卡 你可以加3到4匙5匙左右 就是會很濃香 我覺得就是首先 芋頭的那個口感 刷刷的口感有 而且還有真正的芋頭香 而且我有採訪過 大甲的芋頭 真的是品質最好的芋頭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剛才艾亞有講到說 一般的乳清蛋白 會有那個臭臭的味道 結果這個也真的沒有耶 對啊 因為它裡面的蛋白 其實是濃縮跟分離蛋白 就是等於減少了乳糖的吸收 你整個人吃起來就會覺得 哇 好清爽喔 啊 說到這口都渴了 我先來喝一口 超好喝的 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真打直接換完耶 順 它直接整杯耶 超好喝 完全不會過甜是不是 完全不會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愛喝甜 而且我真的很怕乳清蛋白 它的香就是那種淡淡的芋頭香 而且你知道就350CC 你加大概四到五湯匙就差不多 那它的乳清呢 其實就是選了歐美大廠的乳清 像我剛剛講 濃縮跟分離蛋白 可以減少你的乳糖吸收 那裡面的豐富蛋白質啊 還有加上還有 18種胺基酸跟BCCA 就是讓你補充 比如說運動的人啊 或是我們有時候 為了要維持健康的狀態 就會可能都要吃好的蛋白質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對不對 喝起來覺得怎麼樣 好喝 上次是小可介紹的 好像小可也是說超好喝 然後我在節目上試喝 也真的覺得很好喝 我下了節目之後呢 我就立刻去網購 結果呢我要買的時候 熱賣到缺貨 真的 沒想到現在 哎呀 又帶來了 它現在補貨補得非常的充足 所以你們都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我自己 是很愛囤貨的人 所以現在大家都可以囤 而且它你知道它裡面啊 總共有13種 這個品牌 它有13種不同的口味 我們剛剛喝的是芋頭的對不對 它有像極品咖啡 還有清香杏仁 像我自己 杏仁 超好喝的 我這次就我開始喝好幾個月嘛 然後我老公跟我搶 我之前其實在控制體態的時候 我都會因為想說少吃一點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就是時間不固定 沒辦法好好吃飯 我都會比如說喝手搖飲 或者是吃一點點餅乾 可是其實那個熱量很高 而且你餓久了 你會暴飲暴絲 會整個人就是吃到 就是病鬼的那種概念 可是其實因為你喝了它之後 我發現啊 就是你下午 如果是大概可能中午正常吃喔 然後下午喝了之後 你到晚上飽足感都超級夠的 而且整個人精神狀態都很好 就是最近發現啊 就大家看我會覺得 喔 我好像可以穿回 對妳腰超細耶 對 超細耶 對 超細的 那我覺得吃進去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放心 因為我身邊除了 夜朋友網紅朋友 都有推薦之外 其實像素人朋友啊 還有健身教練 瑜伽老師通通都有推薦 那種吃進去的東西 就是要安心放心 它裡面就是有 八大五添加跟SGS的認證 所以你第一個 你吃的就是非常放心 而且裡面就是 不添加香精 不添加防腐劑 然後也沒有添加人工色素等等 所以大家就可以吃得很放心 再來它有榮獲了 就是世界品質大賞的特金獎 這個這個獎 超難得的 因為我自己現在有做品牌 你知道這個 它要通過這個認證 這個獎要拿到特金 有多繁瑣 多困難 我覺得它真的是 對這個品牌 一個很大的肯定 而且這個它裡面可以做到 具所有優點於一身 我覺得這超級困難的 那我自己覺得Keep得不錯 大家剛剛就講說 講假故事嘛 我這一段百分之百是真故事 而且還是百分百真材實料 所以大家可以試喝看看 真的很好喝 很棒的介紹 好喝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最後要選出 那個假故事大王 真的 就是太會講故事 想到我們都覺得說 每一個故事都是 認不清真假的 有沒有真的 來 投票 我個人是要投給祥祥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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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強真的厲害 連揚聲打都認輸嗎 我覺得他講的故事很精彩 我到現在還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陰陽人 當然我那是陰陽人 我跟你講 B這麼好 你講的話 那個國家有關係喔 那個國家你們來 帶我去驗吧 你覺得我逃避一到 去驗驗他真的是你的 他真的很難的 你開玩笑什麼 沒有 我也覺得 他是陰陽人 是嗎 因為剪大的故事 真的很大陰陽人耶 三個裡面沒有陰陽人 這件事情 我也懷疑你有沒有難不理 我懷孕耶 我懷孕 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們會再做一集特輯 來告訴大家 大家晚安 謝謝 謝謝 還沒責任 謝謝 小鈴鐺喔